专栏古今传统中国书画名家 九凯书鼻祖中尤 中尤一百五十一年到二百三十年自圆长颖川常设金河南许昌 人三国时期曹魏昭明书法家 郑志甲 早年相貌不凡聪会过人历任上书郎 黄门侍郎等之驻汉县帝东归有功丰东武厅侯后 被曹操卫以重任为司 立校尉镇守关中功勋 卓着以功迁 前军师为国建立任大礼又升为将国曹批成帝 魏平为晋风崇高湘侯后迁太为转封平阳湘侯与化新 王朗定位三公 明帝继位迁太父 晋风定灵侯太和四年二百三十年祖 史约成正史四年二百四十三年配向曹操庭廟 中游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是凯书 小凯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位 凯书鼻祖 中游对后世书法影响深远 王熙之等后世书法家都曾经潜心钻研学习中游书法 中游 untuk游或枴杆广都封成为